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周三表示 全球经济展望从4月以来明显变得黯淡 不排除明年陷入经济衰退 马斯克清帝兼长期商业伙伴金巴尔 船接管了英特尔无人机灯光秀业务 金巴尔也发出声明 证实已经从英特尔收购了9000多架无人机 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研究显示 App Store的中国销量下滑 已抵消App Store全球成长 因此摩根士丹利下调苹果股票目标价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表示 北京近几年作为损害香港自治 不只动摇了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人才也纷纷出走 他奉劝北京破坏香港自治 只会伤害自己的重启利益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